看来本不在你书里是当不成了 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今天有这么多的好汉 你们先玩 你们先玩啊 小二 来两碗面 好嘞 来 来了 奇怪啊 这一夜之间又来这么多人 杜书西什么人啊 你身后坐的是聚节堂的 旁边那对夫妻是无双剑派的 我身后独自坐的这个是风衣针 楼梯下那两桌 是五虎门和楚天盟 小姐 你眼皮都没有抬 就知道这么多啊 进门的时候扫了一眼 既然大家没有异议 那就按说好的规矩办 我呜呼门 先向拒绝他的好汉 讨教一二 废话少说 招使 见真章吧 这说打就打 什么规矩啊 两位的面 可可慢用啊 哎 霍剑 他们都是来干嘛的 最近时常有江湖人来杀城探寻宝藏 厮杀之事常常发生 宝藏 什么宝藏啊 我 我真的不知道 别逗犯行事 好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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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盟聚集堂的朋友乘让 不知是哪一派的朋友要赐交 无双剑派 请赐教 小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们一桌一桌地接着打 他们点灯为止 输了 就知道后面逃不到便宜 也不会勉强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 秦大少爷 如果你不舒服 我们倒也可以不必 走 干什么 暗器伤人 算什么好汉 楚天盟的回旋无影善 叶子 我们走 小心 不产了 今天太乱了 明天查 姑娘们先留下 你们闲得没事比我玩 后面又何干谢 只想请两位姑娘 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 看我和这位臭郎中 到底谁输谁赢 我们只是路过 不想惹事 我们走 小心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是京城的那个 你认错人了 在下司马飞燕 司马飞燕 我刚才已经说过 我们不想惹事 只是路过而已 我认识你 说出我的身份 对你无异 得罪了 既然都在此处 省了本部四处查找 你等寻资闹事 危害沙城治安 来人 都给我带回延门 是 这位官爷 我们只是在切磋而已 官爷 我们真的不是在滋事 只是吃饱了 喝足了 寻常切磋而已 寻常切磋 是 大人命在下 来保护我司马小姐 多谢 我还有话要说 请叙不快先行离开 既然切磋 就给我安分点 规矩点 这客栈还有别的杀户 刀枪棍棒的 成何体统 撤 掌柜的 开间房 哎 好嘞 豹 難카�